在中国北方山西省境内 有一座规模宏大的露天博物馆 这里穿越了2800多年的历史 保存完整 是一个值得您来品味的地方 大家好 我是高明明 非常高兴向大家推荐平遥古城 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中部 始建于西州宣王时期 是中国汉民族城市 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 是世界文化遗产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在这里 您看到的一砖一瓦 一梁一木 都有着深厚独特的历史内涵 一生 您一定要来一次平遥 它是筑立在北方黄土地上的千年古城 这里有着丰富的文物余存 是中华灿烂文明的实物载体 古城 坐北朝南 称方形 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县级城池 古城以市楼为中心 南大街为轴线 东贯西寺 左闻右舞 城隍庙县压 呼应对称 四大街 八小街 七十二条油盐巷 错落有致 明居宅院遍布街巷 四冠庙举目皆室 宝物骨气渊远流长 旅游景观更是数不胜数 月境沧桑而古朴婉然 历境风雨而市井依旧 至生其中 就仿佛穿越到了百年前的明清时代 平遥的贸易往来 起于汉代 幸运明清 城内店铺伶俐 商股云集 一度成为全国贸易和货币的中转中心 也被冠以小北京之语 清代尊业 村会的平遥人 首创日升昌票号 它在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引入银行的概念 并见证了中国银行业的发展 曾值中国金融之旅 偶尔长达百年 鼎盛时期的平遥票号 多达22家 涨全国票号的近半数 其封号遍及全国各地 业务远至欧美 东南亚各国 并以汇通天下 著称于世 世界遗产 双灵寺和郑国寺 保存了五代 宋 金 元 明 清 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物真品 素有东方采塑 艺术保护之欲的双灵寺 堪称意愿奇葩 寺内两千余尊采塑 精美绝伦 明阳海外 护法伟陀身如强功 刚中有柔 机智勇猛 被称为全国伟陀之冠 自在观音 十八罗汉 行神兼备 艺术价值极高 时间于北汉天会年间的郑国寺 主殿万活大殿 结构严谨 气势辉煌 殿内完好保存了五代时期的 一佛二弟子 金刚武士 菩萨供养仆寺 均为彩塑真品 堪称中华瑰宝 漫步古城 另一件传统的推光机器 沙巴剧场 看一场震撼心灵的右键平遥 当夜幕降临 美轮美奂的灯光秀 为您开启 当您走累了 还可以坐在古色古香的四合院里 饮一杯气心的黄酒 嚼一块喷香的牛肉 再聆听一首悠扬的平遥行 是何等的惬意 相信您一定会情不自禁 爱上这里 好客中国 魅力平遥 古城墙盘的羞涩冲光 护城河水的碧波荡漾 我是高明明 诚挚邀请您 共赴一场千年古城的 文化盛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